大家好,最近有个消息,特斯拉在新疆开店,这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商业行为,但是美国的政策现在又叫嚣起来了,又慌张起来了 最近在中国新疆地区开了一个展销厅,美国车企特斯拉,现在在那弄了一个非常排面很大的展销电动汽车 你要知道特斯拉现在他在全国的铺的面还是很大的,特斯拉上市在美国还是大的一个企业 可是他却遭到了美国本国的一些政客多次的攻击和指责 你包括美国反华政客卢比亚,他说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就是他的推动的 他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就发表了自己的犯怒 还有那个白宫的发言人普萨迪,哄吓的特斯拉,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啊,商业和客户的风险 其实啊都他妈扯淡 你要知道,这种商业行为,利于企业的发展,自然要向更大的范围推广,把自己的蛋糕做大 作为全球电动车知名品牌,特斯拉在中国已经开了200多家体验店与服务中心 所以特斯拉在新疆开设体验店也罢,服务中心也罢,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也不知道美国这帮政客到底怎么这么大的反弹 特斯拉呢,其实这样做呢,也从某种意义上对美国这个涉案的涉疆的法案呢,实际上拖了一下 而且呢,让世界了解了这些所谓的涉疆的法案到底是什么 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新疆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连特斯拉都到我们这来销售它的产品了 对不对,你大家销售我们的产品,肯定要雇佣新疆的本地人来参与到特斯拉的这种研发或者生产或者销售当中 而美国的政客呢,想通过这种方法,涉疆法案来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特斯拉的这种方式,应该讲是对美国政客的一种挫败 所以他们非常恼羞唐动,所以他们心里非常极度的恐慌 而且呢,特斯拉在这个开店之后呢,也证明了美国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就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敌的一个东西,而且呢,这个涉疆法案里最可恶的地方 就是利用所谓的强迫劳动的谎言,禁止进口与新疆相关的产品 而且呢,打压新疆的企业,以华至疆,这种缺德带帽烟的手段 而特斯拉呢,在新疆开店之后,肯定会反其道而行之 而且去售卖新疆的产品,而且呢,雇佣新疆的人 这样来说,这个法案就失效了 特斯拉基于市场规则,在新疆开店 对美国政客搬弄这个是非,经济霸凌的一种反客一击 美国涉疆法案,既无事实依据,也没有可操作性 美国政客违反这个经济规律,而且让习业去习乡利益 来谋取私利的算盘,终于是露空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客反反复复能够做到如此的手段 而且令了很多的美国企业都很难受 其中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也就是被川宝宝废除的就是TPP 如果TPP成了,那么美国的政客在这个事情上 他就不能说三道四了 因为经济要高于政客 这种经济的法案是所有参与当中的这些TPP的成员 来界定最终的审判权 而那些政客就没有资格,这也就是川宝宝为什么要废除这样一个法案的原因 他对于美国的政客不利 美国曾经啊,采取了手段 对日本的态度和今天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 美国的做法就是迫使这些企业呀 为那个美国效忠 与其说是为美国效忠 到时候说是为美国为美国那些政客效忠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其实这些企业也不想玩这种游戏 俗话说在商言商 对于企业而言 他也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土壤来让其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特斯拉在新疆开店 对于整个新疆的发展 对于整个特斯拉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让世界看清新疆的开放繁荣发展 也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2021年前三季度 新疆GDP同比增长8.8% 对吧 2014年到2020年 新疆劳动就业总人数 从1135万人增加到1350万人 增加了19.4 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热土 怎么能不让跨国企业心吃谁亡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新疆这个从1月份到11月 维吾尔自治区共备案外资企业17个 对于特斯拉而言 新疆作为中国能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富及了电力资源 极具信力 而且特斯拉已经在乌鲁木齐建了两座超级充电站 在全疆总共建了7座超级充电站 在此 在此次在新疆开设首座展销厅 这让特斯拉更好的利用新疆开放的环境获得更大的发展 所谓的美式民主并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 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我们看看所谓的美式民主对于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这些 包括也门这些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深重后果 所以从这条来说 他的民主根本就不好 我们原来不说拉美 对吧 都是他们搞的民主 从这条来说 我们基本上作为对于美式的民主已经是胡看 根本不关心了 我们要按我们自己发展道路来走 这样才是最正确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